第十二讲 21世纪的大学理念与大学教育 全球化时代的观点 21世纪全球化时代下的大学与大学教育 无论是理念面或是实践面 都面临着新的重大的挑战 大学的理念与实践具有不可分割性 理念必须落实在实践之中 理念才能完成主体性的客观化 与全副的展现 但是从越化越面来看 大学的实践如果没有理念的引导 必然沦为盲动主义 因此大学的理念与实践之间 具有不可分割性 大学的理念与实践之间 又具有创造的紧张性 大学的理念与实践 这不可分割性与紧张性 都在21世纪全球化的时代中 获得了崭新的意义 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科技竞争 常使科技进步的国家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霸权 各国的大学所面与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各国大学的教育内容 常常屈服于全球性知识经济的现实考量之下 而难以免于所谓文化霸权的纠缠 所谓文化霸权 是指 居于全球化趋势之中心位置的国家 凭借着它的政经优势 将它的特殊的文化与价值理念 向边缘国家扩散 而使中心国家的文化及其价值理念 成为普世价值 于是就形成了文化霸权 在文化霸权的凝蔑之下 亚洲各国的教育内容 与传统文化价值理念日益疏离 对于文化的主体性 日渐失落的问题 我们要如何应用呢 首先 我们应该要深刻认知到 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在全球化 多多价值理念 互相碰撞的时代里 如果我们的学生 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不够了解 就很容易成为文化价值中 漂泊的浮贫 与丝根的兰花 20世纪海峡两岸文化发展的 基本问题在于文化的断裂状态 在我们提倡传统文化教育的时候 必须超越狭隘的文化义和团心态 只有从生具地域特性的本土文化中 才能体验出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 使大学生 使大学生不是在大权文化的冲击中 惨遭灭 全球化时代 各国大学面临的第二个新的问题是 教育主体性的失落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使得大学生成为新知识与技术的追求者 大学也随之软化成为新知识与 新技术的研发工厂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 21世纪的大学面临的挑战是 教育主体性的重建问题 而重建教育主体性的方法 则是通过教育活动 促成学生人格之广整发展 并提升思考能力 从而增进学生之道德福祉与创新能力 我们要在全球视野与本土关怀之间 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 唯有如此 亚洲国家的大学 才能在21世纪直根本土 并放眼世界 真正实践 全球思考在地行动的理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